世界是勾動到半年經驗 擴別了許久未見 慈禧志工再度拜訪孔蕩大愛村 這一回不只是看老朋友 他們還帶了一支行動醫療隊 55歲以上的老人將近200多位 還有我們的留守兒童 有一些條件還是不太好 所以我們也就決心做這麼一個疫診 由上海滬東醫院院長 領軍的醫護團隊 把孔蕩大愛村的衛生院 變成了一間小型診所 除了提供村民相關科別的檢查 最有特色的要數中醫自診醫了 醫生平時傳統的醫療院線 他就是通過這個 並且說自診醫全部用機器來代替 問診 問診 然後接診 然後最後宣傳報告以後 他會有一個養生方案 根據每個人不同的體制 有養生方案和干預方案 像我父親叫他到上海去 他不肯去 為什麼 那個醫院能多 能多的話 他說我們要坐跑又跑 他也切不消 這個地方其實一下來整個都有 整個警察一下 想不到 真的想不到有這麼好的一個 這麼好的這個貨物嘛 由於求診村民眾多 醫護團隊忙得連水都顧不上喝 但大家做得甘之如意 跟這些村民來說 確實他覺得 確實我能夠看到阿比喉科醫生 也在這裡來幫助我們 來解除一些病痛 他們也感到很開心 很多老人坐在這裡的時候 他們上來的第一句話 可能是說 問我們你們那麼早起來 你們累不累 他會去關心我們 他們也累心很感謝 我們過來的幫助 他們這些感謝和他們的感受 也就是我們過來的意義 依賓間的互信互愛 在孔當大愛村的這一次疫症中 展露無遺 大愛新聞 這是美志工 江蘇報道